请订阅我的15个YouTube频道 我把YouTube上面我所有的内容把区分可能成15种 15类也就15个YouTube频道 每一个都彼此独立 所以总共可以按15个比较宇宙不同 我们这个词性英文词性比较重视 像我们华人讲中文 中文不是没有文法 中文也有文法 可是没有像英文那么的精确 那么的重视 所以 外国人他学这个中文 当然英文的文法不是最麻烦的 像德文法文是他的词性更复杂 就西方语言比较重视词性 因为它比较是逻辑的语言 中文日文韩文比较是习惯性的语言 虽然很多外国人他学中文就觉得 你们中文都好像用习惯讲了 这个用文法下去分析 分析不太出来 也对了 那中国人学英文 就觉得词性好像也不是那么难懂 可是真的要搞得很懂 好像也难得不得了 所以当然如果你英文只是一般的话 词性没有搞得很懂 问题也不大 因为一般就是说读听写 就是可以沟通 可是当你如果是你的英文变得比较好的时候 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的时候 那这个文法东西就要跟上去 词性的东西 词性是文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单元 光是词性呢 大概就可以占文法的一半 一半以上的内容 所以我在15个YouTube频道里面 有一个叫特殊文法片 特殊文法片 还有在这个英文秘籍里面 陆陆续续 尤其是英文文法 所以英文程度比较好 要那个可以多参考一下 就算你觉得你文法搞得很懂 甚至是老师纪人都去看看那个 对你帮助 就算你是英文老师级的 你去看看我的这个长距破解片 还有这个特殊文法片 经典演说片 对你的帮助还是很大 因为我15个视频有的简单 有的一般 有的难一点 有的很难 有的难的不得了 这个都有 都有 所以像瞎子摸像 有的网友说 你的视频怎么那么难啊 因为他看到难的 那有的网友说 你的视频还好吗 不会很难 他看到简单的 瞎子摸像 我们看这个light 它可以是形容词啊 名词 动词 副词 这已经很麻烦了 然后呢 它其中某一种词性 可能有好几个意思 所以 它双重的难 一方面是一字多词性 一方面一字 一字多译 像light 一般讲光啊 光线啊 灯啊 名词嘛 当然是名词嘛 light 可它也可以是形容词 形容词包括很轻的 light 英文程度滑练 对啊 可以当很轻的 那英文程度不好 就是说 哎呦 它这是光啊 光线电的啊 怎么又可以变形容词 很轻的 All years lighter than water All years lighter than water 这个油啊 比水轻 所以 油跟水 一混在一起 一起以后 油就在上面 所以你看那个油轮啊 如果搁浅啊 坏掉了 被破坏了 被暴风吹了 油漏出来 油都在上面 看得到 油不会沉在下面 油比水轻 light 比较轻的 也可以是一点点 一点点跟很轻的 也不太一样 I had a light dinner Last night 就是我昨天只吃了 我们叫轻食 减食 只吃了一点点的晚餐 一般晚餐嘛 吃了最多 其实人应该是 午餐吃了多一点 再次早餐 因为都要工作嘛 那晚餐不用工作啦 晚餐吃完就准备睡觉 所以正常来讲是 早餐午餐吃 丰富一点 因为要工作 有时候早上刚起来 吃不下 可是午餐多吃一点 因为还要下午啊 那晚餐反而吃少一点 因为晚餐 吃完以后 跟家园聊聊天啊 看看电视啊 轻松一下 洗个澡啊 家里收拾收拾啊 就准备睡觉 因为睡觉 如果你吃得很饱 胃不舒服 所以有人胖啊 胖就晚餐吃太多 有人瘦了 他就晚餐吃的少一点啊 所以这个 胖跟瘦啊 就是 就是饮食习惯 可是胖的说 还好啊 因为你习惯吃多嘛 所以你觉得不怎么样嘛 那瘦的人说 还好嘛 因为习惯吃少嘛 所以胖的人 如果观念能够改变 说我只要肚子不饿 吃个六分饱 反正六分饱你也不会饿啊 可是胖子就是一定要 我一定要吃到九分饱 十分饱 甚至吃到十一分饱 哇 肚子胀得不得了 奇怪啊 也可以当容易的 You are fat You should do at least a certain light exercise 就是你很胖啊 你需要做一些 至少做一些 比较容易做的 如果叫你去跑步啊 叫你去游泳啊 叫你做那个高难度运动 你可能做不来啊 就至少轻松一点嘛 去这个健身房做一点 轻松一点 或者走走路嘛 散散步嘛 容易的 也可以是不严肃的 I want to see a light moving instead of CS1 就是我想看一部轻松一点 喜剧片啊 小品啊 不要看太严肃啊 杀人放火啊 哭得要死的啊 这样压力很大 也可以当温和的 力量小小的 A light when you are blowing 这个一阵和风 徐徐吹过来 不是强风 不是进风 动作轻快的 The dancer with light on the feet 这个舞蹈者呢 这个舞者呢 跳舞的人呢 他的脚步很轻快 也可以睡觉很浅眠的 My wife is a light sleeper 我太太呢 睡觉睡不熟 就是一觉就醒 所以睡觉浅眠的人呢 精神不好 隔天比较没精神 睡得很深的 就精神饱满 但是一般人呢 他是睡得深 睡得浅 交替 什么时候睡得最深 那样交不行啊 奇怪 就是他做梦的时候 做梦是睡得最深 没有做梦的时候 比较浅一点 有时候有个声音声响 所以有时候 你旁边整别人啊 有时候叫一下醒来啦 有时候叫一下 叫不行 就是因为 他是同一个人嘛 有时候他做梦的时候 叫不行 没有做梦的时候 叫的 就是人同时交替着 一下身 一下浅 因为做梦 你也不太会一直做 有时候做做梦 又不做梦 待会又做梦 所以这个很神秘的 也可以当很明亮的 In summer It is still light at 8pm 在夏天啊 尤其在西方啊 这个晚上 天黑的比较晚 所以我们这个 看外国平衡 说说 我们吃个晚餐啦 几点 几点见呢 七点钟见 八点钟见 九点钟见 九点吃饭 那奇怪了 怎么那么晚 我们见面可能五点半 六点 六点半 外国 通常是北方 甚至有时候晚上十点钟 才完全天黑 去这个维度高的 尤其是加拿大 美国北方 甚至这个 北欧 就会知道 哇 有的时候 尤其住北极圈啊 整个都天亮了 月里也是亮的 但比较 没有白天那么亮 但还是亮的 也可以当浅色的 My son has light hair 我儿子头发比较浅 外国很多金黄 比较浅一点颜色 也可以当副词 很轻的 很轻便地 I like to travel light 我喜欢很轻便的旅行 不要带太多行李 所以这个字很麻烦 你看 又可以到名字 光光线 It's dark here I need more light 这边很暗 我需要一点光线 多一点光 也可以当灯 Turn on the light 把灯打开 所以打开灯 千万不要讲open 喜欢讲open 什么打开都是open 把个箱子 盒子打开 本来封闭 那个叫open 通电的东西 叫turn on turn off 就可以点火东西 I forget to bring my light light 我们一般讲lighter 打火器 light的也是 不一定打火器 火柴啊 其他都可以 Have you got a light 你有没有带一个 可以点燃东西 像我们一般就讲lighter 反正就是可以点燃 打火器 火柴啦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也可以当看法 这个就比较特殊一点 We saw the problem in a different light 我们看事情 我们看问题 用不同的火 用不同的光 用不同的灯 用不同的可点燃之物的不是 看法 就这样等于view v-i-e-w 又可以当 我看啊 light 那light也可以当动词啊 生火 把火生起来 the gas cooker won light 这个瓦斯炉 所以 很多人说 cook 那个厨师啊 讲cook 好像一牙是人 不是 厨师叫cook cook是锅子 这个瓦斯炉 点不着 也可以当照明 carry a candle to light away 他带了一个蜡烛 去照 照这个前面路 我们再给average 它有三个词性啊 第一个 它可以当名字 平均 或平均数 an average of two students absent each day 平均啊 一天有两个学生啊 会 去 旷课 或请假 就是没有来上课 平均 average 平均 也可以当 形容词平均的 也可以当普通的 what is the average high of korea 就平均了 韩国人 身高 身高 多高 其实这边 像我们应该加一个 male 因为这个男女啊 混在一起不好分 就平均男人的 男性的 男性的 韩国人平均身高 多高 如果是女性 平均身高 female 也可以当动词啊 平均为 all living expenses average is fifteen hundred dollars a month 我们平均呢 living expenses 就生活的开销啊 平均一个月 花一千五百美金 所以我前面提到 像我有十五个独立的啊 像这个文法啊 这个特殊文法篇 这个对大家的帮助很大啊 英文程度如果真的 你觉得自己很好的话 特殊文法篇 你看看 长期破解篇啊 经典演说篇啊 知识阅读篇 这几个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期讲是 这期训练的 谢谢大家